大家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王重阳道长 今天跟大家聊一下伯利兹中部的美洲豹的体型数据 伯利兹中部的美洲豹在所有的美洲豹家族当中属于体型中等的 我们一般在说大猫的体型数据的时候 一般会去测量三岁以上的个体的数据 因为这个时候他们的体型基本是成型了 达到了一个成年的体型 我们来看这张表 这张表是由掠石家提供的数据 是在2008年到2010年间所测量的数据 这张表所测量的个体基本上都是已经成年的了 只有一只不满两岁的亚成年 不过它的体重也达到了47.2千克 这几只熊生的美洲豹的平均体重达到了54.61千克 而如果不算这只不满两岁的亚成年 只算其他雄性成年的话 他们的平均体重是接近56千克的 这几只磁性的美洲豹的平均体重是42.92千克 大家在这里的一个平均体重可以看出 美洲豹的确算了上现在的猫科老三 在体重上是完全压制花豹和美洲师的 这个数据和上个世纪80年代相比下降了一点 大家看这个数据是上个世纪80年代所测量了几只熊性美洲豹的平均体重 是57.2千克 虽然是下降了一点点 但是整体还是非常接近的 所以这里的一个美洲豹的生存环境还是非常不错的 这些年的体重缩水最严重的大猫就是西伯利亚虎了 不过这几年应该是这十几年 因为整体的他们的一个生存环境的改善 西伯利亚虎的一个体重数据正在迅速的回升 平均体重应该是非常接近孟加拉虎了 这两年是有赶超的趋势 我非常期待野生的西伯利亚虎重回猫科老大的位置 这两张照片是伯利兹中部美洲豹的照片 好了,谢谢大家的观看,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